2017年3月1号那一天 22岁的陈可湘没有回家 陈可湘出生于宜兰县东山乡 英文名字叫做闹米 是台湾的小有名气的网络模特 根据陈可湘姐姐在因此上的文字内容推算 陈可湘应为22周岁 虚岁24岁 陈可湘家中除了父母啊 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名字叫做陈可洁 陈家姐妹相貌娇好 青春可人 在宜兰的时候就备受瞩目 之后这对姐妹花又到台北发展 姐姐陈可洁在某珠宝店里工作 因为美貌多次被媒体采访 还被誉为全台湾最美珠宝店员 陈可湘呢 则专职网络模特 偶尔呢 也会接一些外拍的监视工作 还曾经代言过电竞游戏 陈可湘的社交媒体上 有不少产品推广内容 文字啊 都写的是详尽而周到 接外拍工作的时候 天不亮就会起床 自己化妆做准备 看得出啊 是个工作努力认真的姑娘 案件发生时 陈可湘刚刚到台北 打拼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在新北市板桥区租房居住 2017年3月1号上午 10点29分 陈可湘离开了处处 他穿着打扮相当用心 看上去似乎很开心 可是从此之后 陈可湘就失去了音讯 陈可湘姐姐陈可杰 不停的联络妹妹 焦急的打了几十通电话 可是妹妹就是不接电话 过了很久才回了信息 却对自己身在何处闪烁其词 不但如此 信息之中啊 措辞也和平时非常迥异 比如说会使用我 而不是用我 还频繁出现一些奇怪的注音文 这个注音文呢 又叫古锥文 源于北洋军阀时期 用一些这个注音符号 取代中文字 随着1950年汉语批音推行 这个注音文呢 如今就只剩下台湾 还在使用了 台湾的新生代的网民呢 常常大量的用这个注音符号 代替汉字 也算是网络时代呀 一种新型的华语的文体 这个注音文呢 在台湾呢 颇为流行 使用者认为注音文显得清新可爱 不过呢 也有一部分人相当反感 认为这个注音文很挫挫 还会给对方造成阅读困难 这陈可香啊 就属于后者 平时呢 他很少使用注音文 所以当姐姐陈可杰 读到妹妹满是注音文的信息 就感觉这事情可不妙啊 于是陈可杰啊 前往陈可香租屋处的板桥峡区派出所 报案进行失踪求助 派出所呢 被陈可香的手机进行定位 发现这个手机显示的地点呢 竟然是距离新北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台中市 陈可杰和自己的男友啊 连夜的就赶往台中市 同时啊 他不停的联系其他的亲友 询问自己妹妹的去向 经过多方的追问 陈可杰发现 妹妹白天似乎有一份外拍的工作 这份工作呀 是陈可香同行的好友梁思慧帮忙介绍的 摄影师呢 则是梁思慧的男友程宇 陈可杰就去这个脸书上去找人 但是啊 梁思慧的脸书一直处于下线的状态 找到梁思慧的住处 梁思慧的母亲说 女儿去了台中 给梁思慧男朋友程宇打电话 但是啊 一直无人接听 直到3月2号凌晨 两点钟前后 陈可香的亲友 才终于和梁思慧取得了联系 当陈可杰 焦急的追问妹妹的下落时 梁思慧却失口否认 称这个陈可香啊 和厂商在一起 陈可杰 又问这个厂商是谁 梁思慧则声称自己不知道 然后给出了几个电话号码 让陈可杰去联系 可是这些号码啊 一律啊 全都打不通 当天陈可杰和男友 以及其他亲友 在台北台中两地跑 不断的去寻找线索 这些人的不断联系梁思慧 梁思慧则显得是既无辜 又不正其烦 3月2号清晨 他还愤怒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这辈子遇到最瞎的事情 就是说我绑架了陈可香 他把这陈可香的箱子还写错了 在这个期间 通宵不眠的陈可杰 不停的拨打妹妹的手机 但是却一直热无人接听 然而在3月2号早上8点时分 手机突然接通了 陈可杰狂喜的呼喊着妹妹的名字 可是传出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对方告诉他 说自己啊 是台中市的长荣桂冠酒店的员工 在这个备品间里啊 捡到这部手机了 正要去报时的时候 恰巧呢 这陈可杰呀 就打了电话了 40分钟之后 陈可杰飞奔到酒店 认出了个手机 正是妹妹陈可香的 于是他立刻打电话 向台中市警方报警 陈可杰想进入酒店 去寻找妹妹 酒店方呢 去保护顾客隐私 为由拒绝了 结案的台中市警察局 第六分局 和酒店高层沟通 终于啊 说服这个长荣桂冠酒店 提供住客的信息 结果发现 梁思慧极其难有成语的名字 赫然就出现在这个酒店 入住顾客名单上 这个梁思慧呀 一名叫做梁思慧 22岁和陈可杰是同行 经常和其他的模特们 一起聚餐庆生 社交媒体上呢 也能看到他们不少的合照 案发之后 台湾的媒体啊 纷纷的将梁思慧 称为陈可杰的闺蜜 不过 从这个种种迹象上来看呢 这个陈良二人之间交情 并不是很深 比如 梁思慧一直啊 就把这个陈可杰的名字 给写错 对陈可杰 也并不这么了解 和陈可杰 很亲密的姐姐 也没有梁思慧联系方式 甚至似乎都不认识了 一个梁思慧 所以两个人 只能算是关系不错的同行 梁思慧呀 出生在台北市的南港区 他的父亲呢 曾经是派出所的警员 和前妻生有一子 后来呢 因为性格不合离婚了 梁思慧的父亲退休之后 回到祖籍广东 梅县去探亲 就结识了第二任的妻子 也就是梁思慧的母亲 婚后返回台湾定居 梁思慧的父亲退休金可不少啊 台湾警察的福利啊 确实非常好 梁思慧的母亲呢 设高点师 收入也不低 家境呢 算得上是宽裕 两个人呢 又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 就是梁思慧 梁家两个女儿啊 都非常漂亮 不过这个梁思慧呢 不爱读书 案发的时候 他正就读于 领东科技大学 进修部二专的二年级 因为没有按时注册 被学校给推了学 2015年的时候 梁思慧曾经和台湾知名的油管博主 圣洁石交往过 不过两个人分手的时候 闹得很不愉快 梁思慧指的对方劈腿 还在网络上公布了前男友的手机号码 住职的个人信息 之后双方也是互撕不断的 大概在2017年初 梁思慧结识了一个新男友 据说是一个开名车 持黑卡 变身都是奢侈品的 24岁的富豪小开 更自称呢 是曾经入围普利策奖 和索尼世界车影奖 知名的摄影师 这个新男友啊 就是案发的时候 和梁思慧一同入住 长荣桂冠酒店的成宇 梁思慧和成宇相识之后 很快两个人就同居了 2017年农历新年前后 梁思慧的父亲突发心肌梗塞亡固了 梁思慧办家里这个丧事的时候啊 成宇呢也都在场 至于他做了什么 之后老刘细细道来 确认住在酒店呢 就是梁思慧和成宇时候 台中市警方在这个系统之中呢 就查取了两人名字 不由得吓了一跳啊 这梁思慧倒没什么案底 可是这个成宇呢 却有多次的欺诈 过失伤害了前科 还因为强奸罪正遭到台北警方通警 3月2号中午12点45分 成宇和梁思慧从酒店退房离开了 一到门口台中市第五分局的警员们就逮捕了两个人 之后警方搜查两人之前入住的1122号房间 在浴室的垃圾桶里 就发现了陈可湘的保健卡 假照 身份证和钥匙 警方对陈宇进行搜身的时候 又在他的身上 发现了陈可湘的悠游卡 以及信用卡和金融卡 警方这时候又调出酒店的监控 发现3月2号凌晨2点39分 成宇离开房间进入同楼层电梯旁的备品间 要在2点40分返回 丢弃陈可湘的手机的人 显然就是成宇 成宇的前科和种种证据 使得警方认定 他一定和陈可湘的失踪脱不了干系 于是嫌以成宇身上通缉案为理由 就把两个人扣在警局了 不停的追问成宇 陈可湘的去向 这时候啊 警方还抱着陈可湘尚存活的希望 成宇这时候啊 不断的用一个又一个谎言 敷衍警方说 他先说两个人派完之后 陈可湘呢 又被新北市的一位姓张的摄影师带走了 说自己则恰好见到他落下的皮包 于是顺手牵羊了 台中警方随后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查询 却发现这位张兴摄影师 哎 其实这个人根本不是摄影师 而是这个成宇的前友人 还曾经在家中啊 收留成宇数个月 说这个人呢 早在两个月多前就去了杭州了 而且一直未归啊 接下来常语又说 陈可湘呢 因为和男友吵架 工作结束之后就一个人走了 说是想要独自的敬意性 可是警方询问陈可湘的男友 却发现呢 两个人感情稳定 压根就没有闹矛盾呢 虽然这些说辞全都是不堪一击 被警方轻易的驳回了 但是警方啊 始终无法松动成宇的心房 此时已经是3月2号的晚上了 于是警方决定 把成宇带到新北市中河区 让他指出陈可湘被关押的所在地 如果被逼面对无法圆谎的困境 这成宇是不会会动摇呢 为了防止成宇和这个梁思汇串共 两位刑警分别开了两辆车 带着两个人呢 开车前往新北市 侦察队的小队长谢忠宏 押解梁思汇 成宇呢 则由侦察这个侦察员陈方敏负责 一路上 谢忠宏偷偷的观察这个梁思汇 发现他呀 似乎是置身事外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另一辆车上 这个陈宇呀 表现的是极为冷漠 对警方的话 是充耳不闻 只是低着头 似乎心中在盘算着什么 警车在夜幕之中飞驰 陈方明啊 开始大谈之前 刑事侦察室出现的灵异事件 因为台湾人呢 比较信这个 并且呢 暗示说 如果陈可香已经遇害 冤魂就会在十二点钟来找你 隔了一会儿 这成宇呢 不慌不忙就说了 那警察先生 我告诉你 我把他丢在哪里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成宇就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并且告诉警方 说陈可香的尸体 就在台北市的南港区 那其中两人对话呀 老刘给大家付出一下 陈方明说 是不是你跟女朋友 这个小慧一起约被害人出来的 成宇说对 你女朋友知道陈可香 被你杀害的事吗 知道 那他做了什么反应 他愣住了 然后很慌张 所以你们就跑到台中去了 是不是 对 我能不能抽一根烟 陈方明回忆说 承认自己杀人的时候 这成宇啊 是毫无愧疚和难过 反而很悠闲的 向这个刑警们讨烟愁 他还告诉陈方明 说梁思慧现在手上戴的表 也是陈可香的 陈方明呢 就把这个信息 悄悄的通知给那边的谢忠宏 谢忠宏于是就询问 梁思慧 这个手上的表的来历 梁思慧呢 那边淡淡的说 我自己买的呀 3月3号凌晨2点钟左右 台中警方的这个警车呀 就开进了台北市南港区的万象大楼 台北市南港分区的警察们 也随后赶来 他们由成宇带领 走进了这个荒废多年的地下商场 梁思慧也跟着谢忠宏 一起进入了案发现场 陈可香的遗体呀 被丢在一个黑暗的隔间里 身上覆盖着一块木板 脖子上紧紧的缠绕着一根皮带 这是啊 陈可香自己背包上的包带 他的脚赤裸着 内衣内裤被丢弃在一旁 谢忠宏转向梁思慧 告诉他说 小香被杀害了 死在里面 梁思慧一听大叫一声 不断的喊道 怎么会这样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接下来警方对两个人分别就展开了讯问 但是啊 却得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这个内容 成语的这个版本说呀 他说梁思慧是本案的主谋 梁思慧认为自己的姿色呀 可以胜过陈可香 可是事业上却远远不及 陈可香发展的好 而且还曾经的被这个陈可香抢走了代言 说梁思慧只能到这个八大行业 也就是说和这个色情擦边的特种营业 比如说什么叶总会呀 舞厅啊 去坚持 甚至啊 沦落为到卖淫 说呀 对这陈可香啊 是记恨已久 于是笑唆成语去杀害对方 梁思慧先是以借口 说外拍工作 把这个陈可香给约了出来 让成语对其性侵 并且抢夺财物 说要给这陈可香啊 一个教训 梁思慧还帮成语脱掉了陈可香的医护 以方便的这个成语呢 进行性侵 这个过程中呢 他还手持手电筒 为这个成语照明 因为案发地是荒废的商场 没有光源 这个期间呢 陈可香呢 是这个频频的呼啸 梁思慧呀 用手电筒猛敲陈可香的头 最后又指使成语呢 将陈可香给绞杀灭口 而这个成语说呀 他只是在配合行凶 成语又说 梁思慧手上戴着陈可香手表 还把陈可香手机壳藏在卧室里 之后这个手机壳还被警方找到了 说之后两个人一起啊 畏罪逃到了台中 听说自己被指控杀害陈可香 梁思慧是跪地大哭啊 称他和这个陈可香情同姊妹 说自己听男友说有工作机会 特意呢 为这个陈可香进行介绍 陈可香还感动不已 他称自己当天都在家休息 有不在场的证据 对陈可香遇害的事情一无所知 至于陈可香的手表 梁思慧称自己只是当作男友的旧手表 和成语的颜值糟糟不同 梁思慧对警方所有的折问呢 要么呆着的回答不知道 或者是干脆呀保持沉默 按照两个人的供述 警方呢就开始搜集相关的物证 但是这却令这起案子 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啊 他们先是查看了案发大楼的监控 发现在3月1号12点34分 的确有一男一女啊 走进了案发大楼地假室 常语称 这正是自己和梁思慧 梁思慧却说此人虽然和自己行似 但绝对不是自己 而是神秘的第三者 还希望警方啊 能够派人呢 去寻找这位神秘的第三者的女嫌犯 成语呀告诉警方 说陈可香是从这个大楼 另一侧进入的 警方呢又调出了另一侧大门的监控 在这个案发的时间段呢 的确呀出现了另一名女性身影和这个陈可香故事 在案发楼梯间警方发现了被害人鞋子 两个口罩和一只空的矿泉水瓶 成语又说 这口罩啊 分别属于自己和梁思慧 这矿泉水呢 也是梁思慧在路上买的 警方随即将这些物证就送往实验室 进行DNA的检测 接下来呢 他们又对现场的鞋印进行了采样 却发现呢 只有成语一个人的鞋印 但是梁思慧的手机信号啊 却又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冒充陈可香回复亲友的那个人 用的语言风格 有和梁思慧气味相似 面对这些矛盾的证据 警方也是疑惑不已啊 一方面这成语呢 言之凿凿 梁思慧的身上啊 又有着诸多疑点 另一方面 从这个鞋印的采证结果来看 梁思慧似乎啊 又不在现场 而且成语呢 需要用这个背包的包带 拖拽尸体 也说明现场无人帮助 搬运气尸 从这一点推断呢 这也像是单独犯案 当然了 等到口罩和矿泉水平DNA 检测结果出炉 自然也就可以厘清这些疑问了 但是DNA的检测呀 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可是此时 距离案件送检的最后期限 就只剩下几个小时时间了 所以呢 警方对梁思慧是否设案 虽然存疑 但是因为啊 无法排除他的协议 于是决定将他送检 3月4号 市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之后 向市林地的方法 这个法院呢 申请羁押监禁 把两个人分别收押于土城看守所和土城女子看守所 梁思慧被收押之后 台湾这些网友啊 是疯狂的涌进了他的脸书 是诅咒谩骂 名嘴们在这节目里啊 也痛斥梁思慧是蛇蝎心肠 大肆讲述他这些阴险的罪行 仿佛这些 这个名嘴呢 是身临其境一般 各家媒体啊 也是纷纷的拔出梁思慧的黑历史 说在这八大行业赔酒 父亲这个死不到50天就杀人 过分的批图 还爆出这个梁思慧的素颜照 称其为女版蛇精男 梁思慧前男友盛杰石 更是公开在这个脸书里发文说 我从来就没有劈过腿 那些网络上淋霸我的人呢 有真的查证过吗 没有 因为你们爱挺杀人凶手 并表示自己呢 早就知道梁思慧人品有问题 现在被抓真是老天有眼呢 然而就在这个司法汹汹 全民处刑这位蛇蟹闺蜜时候 这个案情啊 却发生了惊天的逆转呢 首先是梁思慧的母亲 深信女儿清白 在梁思慧被收押之后 他跑遍了家里附近所长所的 去调取监控 终于找到了梁思慧确凿的不在场证据 证明他在3月1号那天一直在家 直到18点20分才离开 然而那个陈可香遇害时间是在13点30分左右 接下来监控中原本被认为是陈可香的 单独从那个侧门进入的女性 被证实是住在万象大楼的一名 黄姓的女艺人 警方又调出了陈可香住处附近店家的监控 发现和成语同行的女性神秘第三者 其实才是陈可香 另外呢 口罩和矿泉水平DNA结果也佐证了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 案发现场根本就没有梁思慧的物理的痕迹 他从头到尾啊 都不在现场 至于为什么警方会把这个监控的图像给弄错呢 一方面呢 是因为画面模糊 3月1号那一天 又恰好呢 是韩朝来袭 出现在监控中的两位女生呢 都戴着帽子和口罩 难以分辨 哎 四生和陈可香 情同姐妹梁思慧都没有认出来 另一方面呢 也是这个机缘巧合 黄姓女艺人呢 恰好在那个时间出现在案发大楼的电梯间 毁使神差的印证了成语的证词 为了确保这一次不再犯错 警方调出陈可香 居住地附近的监控 将他出门时的穿着打扮 和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啊 进行了比对 要说这个脸是看不清的 确认和成语一起进入 案发大楼的女子 不是梁思慧 而是真可香 至于为什么梁思慧的手机信号 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梁思慧的母亲告诉警方 说梁思慧的手机啊 早在梁思慧父亲告别遗事那一天 就已经丢失了 警方暗死查证 结果发现投手机的不是别人 正是成语啊 至于他是如何让梁思慧手机定位 出现在案发现场的 相关资料语言不详 老刘我猜测呀 是一个成语呢 把梁思慧手机卖掉了 但是呢 他保留了梁思慧的SIM卡 接着就将SIM卡插到自己的手机上 那就相当于梁思慧的号码成了他的第二张卡 所以呢 梁思慧手机定位呀 也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警方继续查证 发现呢 陈可香的手机壳和手表 也是成语呀 刻意送给梁思慧的 而且梁思慧并不知道 他们是属于陈可香的 至此 梁思慧身上的协议 基本上被弃清了 原来这一切呀 都是他男友 处心积虑的栽赃的 2017年3月6号 市林地的检署检察官认定 梁思慧本人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 将他当庭释放 至于这个成语 为什么要栽赃梁思慧 刻意拖他下水呢 警方推测呀 是因为啊 他是这个强盗 盗取陈可香的财务 性侵杀人的结合犯 量刑的时候 岂有可能被判无期或者死刑 但如果是被教唆杀人 那么就可能降到14年以下的徒刑 所以这个成语呢 先称啊 是女朋友教唆我行凶 我呢 只是配合 他就是想栽赃 梁思慧为主犯 让自己呢 作为这个从犯呢 以避免被判处死刑 这似乎啊 也并非成语被捕后临时起义 而是早在作案之前 他就已经啊 可能有这样的打算了 他在2月28号那一天呢 偷偷用自己的手机登入了 梁思慧脸书的账号 与陈可乡 约定3月1号外拍的时间和地点 3月1号 11点半左右 陈可乡和这个成语啊 见面了 两个人一起步行 前往拍摄地点 一点钟左右 成语呀 扬称去穿越地下商场 才能到达拍照地点 确定四驾无人之后 就关掉了手机 开始侵犯陈可乡 因为陈可乡尖叫反抗 成语呢 就用力地掐住陈可乡的脖子 导致其晕绝 接着 他脱去陈可乡的内裤 对其实施强暴 之后这个陈可乡呢 苏醒过来 再度尖叫求救 成语啊 担心自己的罪行败露 于是就燃起了煞意 再次用力地 掐住陈可乡的脖子 陈可乡啊 再度昏穴 成语接着 用陈可乡背包包带 绕住陈可乡的颈部 将他脱帅到临近的隔间里 就是 在这个脱帅的过程中 陈可乡因窒息身亡了 一点三十七分 成语呢 用陈可乡的手机 发送了宝贝在吗 你男友好帅气 给梁思慧的撇出账号 制造陈可乡 仍然存活的假象 之后啊 成语呢 用一块木板 掩盖在 这个陈可乡的尸体上 将陈可乡的鞋子 口罩 矿泉水和自己的口罩 全都丢弃在 楼梯间之中 接着呢 他要将这个 陈可乡的手表啊 还有 iPhone7的手机 手机壳 背包中的现金 悠悠卡 金融卡 和信用卡等物 全部是具备其有 只有陈可乡 左手的手环 因为未能拨下而作罢 可以说呀 成语是步步心机 梁思慧从头到尾 都被蒙在鼓里 这可以解释 梁思慧被警方询问时 看似漠然的表现 他大概始终啊 是处于蒙圈的状态呀 其实啊 梁思慧不在场证据 非常明确 但是他一直啊 对此却是含糊其词 也不交代自己手机 遗失的这样的关键的气息 让他自己显得非常的可疑 若不是梁思慧的母亲 为女孩奋力的寻找 步在场证据 估计啊 成语的这个先计呀 会得逞的更久啊 另一方面呢 梁思慧的冷血表现 也许啊 因为他的确 对陈可乡的遇害 没有太大的情感波澜 所以呢 种种迹象表明 梁思慧啊 对这个陈可乡啊 并不熟悉 既不了解他人际关系 也没有从监控画面上 认出陈可乡 当这个陈可乡的姐姐 追问他的去向时 梁思慧呈现出的 也是这个事啊 和他无关 说你们很烦的这个态度 而且还隐瞒陈可乡 与成语呀 一起这个外出 去外拍的事实 梁思慧对自己的这个辩解是啊 成语呢 用陈可乡的手机 假冒陈可乡 告诉他自己和男朋友 闹分手 打算呢 偷偷藏起来 让他保密不说 以防陈可乡男友找人 所以啊 他才沉默不言 这种说法呢 对应了成语之前 冒用陈可乡账号 给梁思慧的脸书 发送信息的情况 所以啊 可信度啊 还偏高的 不过就算梁思慧 对这个陈可乡极其的仗义 当陈可乡的亲友 连夜寻找陈可乡的时候 他真的不会质疑 陈可乡会对自己最亲密的姐姐隐瞒行踪 只告诉自己吗 话说 梁思慧被释放消息一出啊 台湾媒体啊 纷纷转了脸色 像梁家母女是嘘寒问暖 就连前男友也连忙在油管上公开道歉 网友们则唯恐被起诉诽谤 在论坛上焦急的求助如何删除自己的这个留言 另一方面呢 关于成语的爆料也是越来越多 他的真实面目也逐渐的清晰起来了 这个成语啊 原名高婷宇 很小的时候呢 父母离婚 和父母一起生活 这个母亲对他是极为溺爱 因为年纪轻轻 他就过多次性侵 欺诈和过失伤害的前科 为了隐匿恶行 他就改从母性更名为成语 案发的时候成语已经结婚了 梁思慧其实啊 只是他的小三 梁思慧并不知情 成语自称啊 自己是摄影师兼富二代 身份是卡迪亚董事长之子 普拉达集团高管 或者是这个扣医高级顾问 这些说辞虽然呢 是荒诞至极 但是呢 却屡屡得手 他和妻子相识一个月 就闪婚 还在外面包养了好几个 类似梁思慧战的女朋友 据梁母说呢 其实一直是他呀 在贴钱养女儿和成语 为了彰显自己富二代的身份 成语经常呢 到奔驰宝马4S店去上车 借机啊 和这些新车合照 然后就把这些图片 发布到社交媒体上 他还网购了 瓦拉利 保时捷 马扎拉蒂 等超级跑车钥匙模型和黑卡 无线卡的模型 用来假装富豪 成语的犯罪手法 其实非常粗烈 往往呢 他假扮摄影师 邀请女门外拍 或者呢 假扮富二代 和女网友奔现 见面的时候 成语会借口自己 曾经遭过抢劫 有心理阴影 不敢带包 将这个车钥匙 或者黑卡呀 存放在对方的包里 这期间 就与这个取车钥匙为由 拿包 趁机偷到对方的财物 等到结账时 再假装 接电话 逃避这个付款 成语不禁偷钱 遇到稍有姿色女性 还会借机啊 性骚扰 甚至性侵 他曾经四度性侵一名 15岁少女 案发地点 就是陈可乡丧命的地方 但是成语的母亲 为他赔偿了40万新台币之后 对方家长呢 同意和解了 成语并没有判刑 2016年底 成语呢 由借口拍摄写真 性侵了一名模特 模特事后报警 成语因此 受到台北警方的通缉 2017年6月20号 这个市地林地方检察署 侦查起案 检察官建议判处成语 最重的刑罚死刑 对梁慈慧 免于起诉 然后2018年7月10号 市临地方法院呢 一审宣判 判处成语呢 无期徒刑 之所以没有判处 成语死刑 法官呢 是基于这两个理由 说第一呢 成语本来呀 只想性侵陈可湘 杀他呢 是临时起义 第二 成语杀害陈可湘的犯罪手法 没有特别残暴 这判决一出啊 全台湾为之哗然呢 成语则因逃脱了死刑 当停止露齿而笑啊 话说呀 这个 对于陈可湘的亲友而言 他在22岁的花样年华 在黑暗的地下室里 惊恐的惨死 没有特别残暴 这个错词的本身 就是对陈可湘 和他家人最大的残忍呢 在确定检方不起诉之后 梁思慧呢 随即委任律师 向这个地方检察署 提起刑事补偿申请 于2017年12月6号 获得2万新台币的刑事补偿 虽然重获了清白 但是梁思慧的事业啊 全不停摆了 沉寂三个月之后 梁思慧更名付出 作为女主播重新出发 然而一开播 就有网民留言攻击 梁思慧一路累崩了 称你们根本不懂 我有多喜欢陈可湘 2020年 梁思慧又交往了网红男友 然而因为帮助男友 思前妻的时候称 这个一些不雅的话 被前妻以诽谤罪 就告上了法庭 一审判决之后 成宇呢 又提起两次上诉 企图以精神疾病为有减刑 2020年10月15号 台湾最高法院三审宣判 维持无期徒刑原判 陈可湘的姐姐陈可杰如今成了颇有人气的网红 在2018年出版了解真集 又创办了服装品牌 为姐妹两个共同的梦想而不懈努力 然而就算是再度炫目的光芒 或许呀 也无法照亮 妹妹惨死留下的阴影呢 就像她在怀念妹妹时 所说的那样 我只想 你跟我一起 活下去